其實呢 你說中了我想的東西 所以呢 你說得對的 都是 多謝你的解讀 那我都覺得都 好到題 是啊 那都 都好幫到我 所以多謝 多謝 我聽不到你說什麼 你什麼好多好看好到題 你聽不到你說什麼 雖然你的聲音好聽 但是 你說的東西好涼 我說你尖的東西 講得很貼題 都是很重 所以我都明白了 多謝你解的這麼詳盡 金星在1月27日入了雙魚座 然後一直會逗留 直到2月19日 到2月20日 他就會去下一個星座 即是八楊座 在這個不長不短 1月27至219的金雙魚 period 其實呢 會為世人帶來一些祝福 因為金星在1月30日 因為金星在1月30日 是否正確來講呢 叫一個入旺的上位 旺這個字聽到都幾開心 八月平旺 或者一個人的事業運很旺 究竟他會為我們世人 帶來一個怎樣正面的能量呢 還有我要強調 是在講世人 全世界 全人類 並不理你現在究竟 並不理你現在地球哪個地方 在英國 在香港 或者你自己什麼時候出生 你自己的命盤又怎樣的因素 你是什麼星座 因為我從來做塔之亂林星盤分析 除非特別指名 否則呢 我是在講全世界這種能量 因為我們是在看一個叫做過運的行星 Transiting Planet 即是真的在看天上的行星發生什麼事 而不是在研究某一些人 他們自己的命盤 他們的birth chart 好了 1.27至2.19這個時候 原來呢 對我們全世界會有一種啟迪 但是我講這種啟迪之前呢 我想先分享一下自己的小故事 這個小故事呢 大概發生在1月中 之前這個金箱魚 但是跟這個金箱魚 都很有關係 話說我早前見一個朋友 言談間說起一些搬屋 撿屋的問題 我就回憶說 其實我自己Thomas本人 上次搬屋的時候 我很自豪 有什麼這麼自豪呢 我只是扔了一個紙皮箱的廢物 OK 還有那些都是 我不是說扔的 我拿去回收 不過說真的 香港你會不會回收都未知之數 但是至少我那時候 那時候 我遠遠有些回收的設施 OK Anyways 我有很多的紙 或者展報 雜誌 諸如此類 我只是扔了一個紙皮箱 回收了一個紙皮箱的廢物 不是說那些很大的紙皮箱 是一個中型的紙皮箱 究竟有什麼值得自豪呢 其實就是證明我平時不存在垃圾 因為你想想一般香港人 你知道香港是一個物浴很旺盛的地方 很多人在家都會團職很多的物資 OK 或者你們在聽影片的 你們自己去反 不要說反省 但是去回顧一下 你們上次撿屋的時候 你有多少東西扔了 其實扔這些東西 你既然扔得 但是你平時存開 就是證明你平時存垃圾 是吧 證明平時都會有些消費主義 或者什麼東西都自己團職 不去捐備人 什麼都好 但是我自己就是一個 很怕團職東西的人 OK 我就不會說收藏很多無謂東西 或者真的有一些 可能有些什麼交換禮物 我會立刻想著怎樣去用這些東西去 去消耗了它 或者會送給人的 如果真的很不對的話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那些什麼 我從來都免費買東西 那些很麻煩 Anyway 我就說 其實我是一個環保小先鋒 和我都是一個斷舌尼小先鋒 我自己跟我的朋友說起 他又說一下他自己的經驗 他就是我的另一個極端 他就存了很多東西 那 而且他也不是很捨得丟 那 但是我就說 哎 我說那些東西丟了它 還有什麼去捐了它 一個人有什麼 就是這麼多需要 因為我的朋友是一個人住的 OK 那就是 如果他要自己下廚的話 收包欄餐 一套夠 是吧 餐具 頂孔你做多一道士啤 有時候或者怕有朋友上來 是不是 三四套夠 你想要多少東西 但是他說 他連他的杯子都不知道有幾隻 或者衣服有一大堆 但是其實男人老狗 一個人可以穿多少衣服 但是他就說 其實因為他每次得到這些物件 去買回來的時候 不是純粹因為買 他不是純粹看這些物件 去用的物件 而是他真的去愛這些物件 他說他連買一隻杯 都真的要選一隻他喜歡的杯 那麼他就可以確保 以後自己不會去丟這些杯 真的會爭而重之 所以他才不會丟他的杯 或者不會去送給人 就是說 例如我自己的Thomas 你去買一隻杯 我真的隨便 IKEA裡面 找一隻白色杯 沒什麼所謂 撐爛了我也不會傷心 但是我的朋友 他就算買一隻杯 都是要選一個漂亮的 有Pattern的 真是他心愛的 所以 例如我 如果我將來執摸 我發覺我這隻白色 無謂杯 多餘的 我真的不怕拱手相認給人 但是我的朋友 就是因為 他以前是千挑萬選 選那隻漂亮的杯 他當然是不會經常送給人 大家見不見到這個分野 所以我們之後 繼續討論 大家會去探討一個問題 究竟 emotional value 值多少錢呢 究竟emotional value 或者這麼說 愛 因為愛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 但是 一些東西實用價值的時候 哪一樣東西更加重要 如果你愛一件東西 但是愛到 他已經會打擾你的實用生活 他已經會佔據你很多生活的空間 那 你是不是應該是時候要去斷捨離呢 你要去割愛呢 究竟一個人的那個情感 和我們生活上一個 真是理性去想 一個生活上面運作 你要去確保你生活是運作得順利 不要那麼多垃圾東西在家裡 這種價值 情感的 value 和一個實質的價值 哪一樣東西才是更加重要呢 那我就跟他繼續在這裡 大家在這裡 去割書幾件 然後很明顯 我是站在這種理性派的 就是我覺得 很多情感的 value 其實是廢的 但是我的朋友 就比較偏向是感性派 他覺得 其實每一樣東西 對那樣東西 那個 attachment 那個愛 其實是 都有他自己的內在價值 好 到我們當晚去吃飯 那個晚餐 是一個buffet 但是同時 它都是一個 其實說真的 是一個 cocktail party 因為它那個正式的名字 叫什麼 evening cocktail 那麼最重要 就是紅白酒是喝針的 通常呢 很多台食客 其實說真的 都在這裡狂針酒 或者有些 我沒有全程去監視人 但是我記得有一台那個男人 我都沒有看過他吃東西 說真的 可能他吃了少許芝士 什麼都好 但是我只是覺得他不停在灌酒 但是我和我的朋友 就不好酒 我們就繼續吃飯聊天 忽然之間 我Thomas 定日上 然後和朋友 類似confess 或者不是說confess 但是真的 我去坦誠 我跟他說 糟了 我明白你說什麼 忽然之間 因為你想想 我們全場 其實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這些酒 就不是我們說 我們吃的芝士 或者吃的東西 不是那些沙拉菜 一定是那些酒 而如果 要用一個好計算 好理性 好理性 經常去計算價錢的角度去看 喂 我們不喝酒 我們很笨 其實喝酒才可以回這個本 對不對 但是我們竟然在這裡吃東西 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我們吃東西 我們不喝酒 因為我們根本不喜歡酒 我們不喜歡酒 那我就和我的朋友說 哎呀糟了 我明白你說什麼了 其實 對呀 有時候 情感的價值 或者我們可以說 那個味道 我們的愛 其實 是真的比那個價錢 一個貴不貴 那個價錢 那個貴不貴 那個價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是否叫做 idiom 的東西 不過糟了 那個英文的言語 是什麼 類似說 類似說 現在越來越多人 只會看到一些東西的價錢 但是就看不到一些東西的價錢 只會看到一些東西的價錢 OK 還有另外一個 idiom 話說 Price is what you pay Value is what you get 價錢是你給的東西 但是價值是你得到的東西 對 好 那我講這一大堆的故事 是想做什麼 其實我就是想說 啊 每逢這個世界上 金星在相遇了的時段 這些金黃相遇的時期呢 它就會大大地令人去反思 Price versus value 價錢和價值的這個分野 價錢和價值之爭 然後會令人有很多的反思 有令人有很多的心得 但是最後呢 通常是value會取勝的 是價值會取勝的 人們終於會懂得欣賞很多人事物的價值 而不只是看它那個數字的價錢 這些呢 是每次金黃相遇 會為世人帶來的正面影響 不過我和朋友這回事就不是發生在1月27號開始的 我想是1月中左右 但是我覺得那個故事和這個能量很吻合 所以我想分享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由1月27號到2月19號這個時段 在你們的生活中會不會有靈光一閃 無端端你們終於會找到一些東西 看到它的內在的價值 而不只是看到一個外在的標籤 聽起來很開心 金黃相遇 原來會令我們變得很靈性 我們會喜歡懂得欣賞 但是我想說 這次這個金黃相遇 原來是有一些負面影響的 是什麼的負面影響呢 那這一部分呢 就要去Patreon才可以聽到 不過我想提一提大家 當然Patreon是一個付費的平台 但是其實我也有很多的免費post 是放在Patreon上面的 即是你不需要成為Patreon會員 但是都可以去享用到這些免費的資訊 所以就算你在Patreon上面 不成為我的Patreon 不成為這個付費的會員 不要緊要 但是起碼呢 麻煩你開了一個帳戶 然後去追蹤 因為你是可以去追蹤 不給錢去追蹤 那以後我有任何免費的資訊 那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所以請大家不要浪費了 我放在Patreon上面的 就是免費的東西 好嗎 那 祝大家在這個金黃相遇的時期 可以變得非常之充偉 懂得欣賞很多人事物美好的一面 但是如何去防備呢 因為我都說這次會有少許負責的效果 那些就在Patreon上面見 在Patreon上面見到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